我觉得它的这个界面真的特别有意思 就感觉像小时候打那种星际争霸的感觉一样 上一集我们感受了第二代UET迭代更新的车机智能化 以及类似的设计进化 而本集呢就得好好的盘一盘这辆车的机械素质 那么这辆车开起来到底怎么样呢 那么关于动力部分的话 其实这辆车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也不把马力300牛米7DCT的那一套动力总称 有几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它的一个换档机构 正常来讲咱们左边是一个解锁键对吧 咱们按照换档 然后这辆车不是 它把那个我理解的常规理解的解锁键的位置呢 换成了P档的按键 然后呢它换档的话 它是没有两段的 它只有一段 相对于你从P档挂到D档 你得掰两下 你不能一下多掰一点 或者说不能长掰 就换到D档 就得换两下 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是挺麻烦的 可以优化一下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这辆车它的一个悬挂了 其实这辆车的悬挂调整的话 我觉得你日常用家用的话其实也还好 但是它整体在过那种减速带的时候呢 有点多余的那种震动 除此之外呢 在过那种飞坡的时候呢 可以看见画面里面啊 它整体悬挂拉的话 其实整体回弹也没有那么的干脆 第三点呢 就是这辆车它的一个动力部分呢 那么咱们设备测出来呢 是9秒左右啊 就是一个家用买菜的水平 但是它调的是特别棒的 它前段的动力呢 是给的特别的足啊 这辆车360米 188匹马力 然后它的一个最大流矩的转速区间呢 是1600到4100 整个是很宽泛的 那么在此就我之上呢 它的一个前段动力转速又上得很快 轻轻地给一脚油 抽个车什么的 一点毛病没有 然后这台车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它是支持一个FOTA的 今天我们上车的时候呢 就让我们自己升级 它是可以去更改里的一些悬挂呀 里的一些发动机涡轮呀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的 这个是真实八锦做到了常用常用 我觉得对于一台燃油车来讲 能够做到这个地步 还是可以的 最后呢 这个总结其实就如刚才所说 这部分对于燃油车来讲 还是挺不错的 这句话呢 可以理解为这辆车的优势 也可以理解为它的劣势 那么在第一代的设计上呢 是有2.0T的版本的 但是第二代呢 却只有一点5T 道理呢 不用说明 相信大家都懂 而其根本呢 就是得迎合新能源化 只喝一点5T呢 都不够彻底 其实在这种细分年轻用户的车型 百花齐放的2023年UET 作为定期改款车型 怼的就是智能化 甚至呢 有很多的功能 从某种角度来讲 就是新能源的那一套 但是它搭的却是燃油版 那么动作呢 是不是有点慢呢 那这次呢 第二代基本没问题 但是还是希望赶紧新能源化卷起来 好了 记得点赞加关注 对于这一辆车里面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讨论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